哈喽大家 在上集的影片呢 我教大家做了一个 比较精致的花朵 那今天呢 来教大家一个 这个相对起来 比较简单又快速完成的 这个 像泡芙一样的蒸发 那这个呢 我在几年前呢 有编织过 那我有把它做成 杯垫 然后呢本来也要做成一个 箭包但是后来没有完成 因为呢就觉得 这个颜色太单一了 不是很好看所以我就放弃了 那 今天呢 教大家做的这个 小花朵呢 你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 那可以 除了可以像我做成一样 像我一样做成杯垫 然后也可以做成这个 包包 也可以把它做成这个 发夹 就做一个 然后呢 黏在这个发夹上 就是一个很可爱的 小花的这个发夹 好那我今天呢 教大家做这个 五个花瓣的 好那我以前做的是六个花瓣 都看你自己喜欢 这个花瓣就可以自己决定 好自己 选择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编织 那准备的材料 毛线 然后缝针 还有这个 六号勾针 还有 一把小剪刀 好 我们先起针 我用了两股线 那如果一股的话呢 是大概适合 四号或五号的勾针 那两股的话呢 我就用六号 这样勾起来的话呢 比较大度 然后也 蛮快的 好现在才拿好 勾针从上方往下绕一圈 好 拉出来 勾一针 拉紧 再勾一个锁针当力针 那我们在这个环上面呢 编织五个短针 那如果你要六个花瓣 你就编织六个短针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我们把这个线头拉紧 缩小这个 这个环 好 然后引拔 一二三四五 你把这一针 结合起来 接着编织两个锁针 一二 然后呢 绕线 在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中长针 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中长针 我们把它往上拉 跟这个锁针呢 一样的高度 然后挂线 再从这边再勾一次 这样是两次 这样是两次 我们总共要做五次 好 再挂线一次 穿到同一个针目上面 把线拉出来 三次 再一次 四次 四次 再一次 五次 好 这个 拉这个线圈的次数呢 可以决定你这个花朵 这个蓬蓬的程度 如果呢 你拉的太少次呢 它就不会这么的圆 那么蓬 那这个针法呢 就是要 蓬一点会比较好看 好 那我们拉完之后呢 挂一个线 然后一次引拔所有的针目 然后编织三个锁针 一 二 三 好 完成之后呢 再把这个针呢 插回原来的同一个针目 同一个地方的针目 引拔一次 好 这样就完成一个花瓣 那这个花瓣的正面呢 其实是在反面 好 我们把它整个都做完之后呢 再来把它翻面过来 好 再做一次 接着呢 我们把这一针呢 引拔到下一针 勾一个引拔针 然后两个锁针 那重复刚才前面的做法 挂线 从针目这里拉出来一次 再挂线 勾出来两次 再挂线 勾出来三次 四次 五次 好 接着一次引拔 勾三个锁针 一 二 三 好 再把这个针目呢 插回去原来的地方 做一个引拔针 好 那翻过来就是 这样的花样 好 那我把它 整圈都做完 好 下一个动作也是 重复 一样 把这个针呢 下一针 勾一个引拔针 两个锁针 那其实呢 这个 花朵呢 最困难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 拉线的部分 因为头 头 头三针吧 头三针吧 我觉得都非常的轻松 那 第四针 第五针呢 它因为它这个位置不太够了 所以呢 就会 有一点 不好拉动 应该是还有一次 好 那 这样这里就没有勾到 好 那引拔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有可能去勾到里面的线 所以呢 这个 算是 这里面 我觉得 比较 需要注意 和困难的地方吧 好 三个 锁针 再把针目插回同一个地方 好 那我继续把它 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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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好 哦 好 好 好,现在呢,我们已经编织完成了 要把这个线头剪掉 这个线头也不用留得太长 好,这样就完成了 好,那如果呢 你要在这边呢 加这个花蕊的话呢 这个要用缝的 好,先把后面的线头收一下 好,现在把这个线头收干净之后呢 我们来缝这个花蕊的部分 那花蕊呢,你也可以用珠珠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做 好,穿一条线 然后呢,从这个花的后面这里,背面,穿出来 丢一小段的线头就可以 然后呢,把针放在上面 往这个针上面绕大约五圈 一二三四五 然后压住这个线圈 把这个针抽出来 记得这个线圈要压住 好,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就把这个针目再插回去 那你觉得一个太少呢,你也可以多做几个 像这样子 好,我再做一次好了 从背面 针出来 针放在上面 绕五圈 绕五圈 二三四五 然后呢,不要压得太紧 让这个针呢,可以抽出来 线圈记得要压住 好,稍微整理一下 把它推进去 然后呢,再把它 插进去 这样就完成了 好 那我呢 昨天呢,有 先打了很多的这个 小花朵 因为我觉得 细针细线的也很好看 那么多 好,那它呢 我想要把它 做成一个 小杯垫 好,那我现在呢 先把这个 线头收干净 再来拼起来 真的好 好 好,现在呢,我把这个小的花朵这个呢 排成一个六角形 这边呢,是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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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那我总共编制了19个小花朵 好,那跟这个大的比起来 大的只要六个 可是比较起来的话呢 这看起来就比较精致 好,那要怎么把它缝合呢 其实呢,我这个是用热绒胶黏起来的 像这边有一些残胶 但是呢,小心一点黏的话呢 看不太出来 而且也非常的牢固 那也可以用缝的 那缝就是比较麻烦 就是这一朵一朵 边缘的地方呢 都要缝到 它才不会散掉 好,那这是我的 一个偷吃步的做法 如果呢,你觉得缝合很麻烦 你就可以用热绒胶 那尽量小心 不要让它露出来 尽量挤一点点 因为这是毛线 那这个线材呢,很容易就 黏在一起 好,那这个部分呢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如果呢,你要做成 那个锅垫的话 隔热垫 建议你使用的线材呢 最好是羊毛线 纯羊毛线 不然你如果有一些 锯质纤维 或者是人造的纤维呢 它就是有点塑胶成分 它可能会融化 然后黏在你的锅底下面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呢,你喜欢我的影片 或者呢,我的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欢迎你订阅分享 然后也可以在我的频道首页呢 找到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Pincoly的贩售卖场 那欢迎大家追踪 今天的影片呢 就介绍到这里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我们下支影片